大家看一下這題喔 他說向南U的長度是6 向南V的長度是5 向南U加上向南V等於9 那題目說什麼 他說以向南U和向南V這樣行不行 所張開的平行四邊形面積這樣行不行 求這塊好不好 以這兩個所張開平行四邊形面積怎麼算 來這門公式 有吧齁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所求事情 麻煩也可以代公式 對吧齁 OK 給向南球面前根號多少 直接把向南U的平方 乘上向南V的平方 減掉向南U到他向南V的平方 行不行 把邊長平方乘上邊長平方 再減掉內積的平方 來告訴我邊長知不知道6 這知不知道 知道 重點在這邊 內積知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說這題第一個重點 第一個步驟 是麻煩新把財 先把內積算出來 這樣行不行 再繼續一次答案就出來了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喔 那怎麼算內積 全部告訴我這兩相加是9 那怎麼辦 把平方爆開 這樣行不行 所以馬上A加B的平方式起 乘起來是A平方 加上2AB 再加上多少 B平方 行不行 所以說把它帶進去 這次起 9平方 81 等於36 加上兩倍向南U DOT向南B 加上多少 5的平方 25 36加25 61 一怪是消掉剩20 所以說我知道 12U DOT向南B 算出來就是17 10 這樣行不行 所以把它帶進去 等於 根號 這次起 帶進來 6平方 36 乘上這次起 5的平方 25 減掉這次起 12平方 100 這樣行不行 這時候麻煩你把它算出來 36乘上25次起 900 對吧 900 100次起 800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算出來是根號機 800 把800開根號行不行 800開根號是400乘以2 所以20 根號2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算出來 它所為成 平行四邊形面積就是20 根號2 OK 8 4 8 6 7 8 6 9